昨天都是開會了 你想想 那個會它根本就沒有 中共 北京港元都很支持 那個副部長出來 那個叫做證監 證監 副部長來參加 這個會你閒眼一點 要那個政總理級 你現在既然選了李鋼 李鋼上來講話 只可以刺激地找那個副部長聽到他聽過 叫做什麼名字? 你講的是不是想說李強? 應該找李強 他沒有找李強 找那個政監的副部長出來 好像昨天香港的會 證明他不 方仙海出來還要教訓下面的出席 方仙海不是官來的 有一個證監 副證監叫什麼? 是 證監那個 是的 證監那個 那個字是官來的 方仙海不是官來的 是啊 是的 覺得他證監是管經濟的 他為什麼要講一些政治話題? 要說人家不懂中國 共產黨當然要講政治 不講政治 為什麼叫共產黨呢? 現在問題就是說他根本 他脫歐 他負責 他根本就不想和外國玩 不知道誰呢 可能20大之前 就訂了這個會來開 希望可以召回一些人來 那時候還是李克強那邊 國務院那邊 打算召回一些外國公司 回來 實際就是改了 但是改了之後 這些請書就出了去 實際這個會 其實根本就不是習近平支持的 這個會 當日李克強都打算他還是希望 回來做總書記 他就要求香港就召集開這個會 甚至講到零加三 甚至零加零 這些全部是國務院那條線 就是李克強那條線過來的 現在李克強就不玩了 不玩之後呢 根本就是習近平完全不重視昨天的會 這些東西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人解釋的 這麼簡單的東西 昨天那個會是資本家 整班人來開會都是資本家來的 那資本家當然要你中國走 走這條資本主義的路線 他們就可以賺到錢的嘛 他們只起作用的嘛 你現在根本就是習近平走 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去走共產主義 你這種資本家來做什麼 所以那個就是黑飯份 根本古非不配的你明白嗎 如果李克強回復了 你復出了 如果啊當然沒有那個可能的 那這幫人呢 就得逞了 他們打算你回一段時間 當然要做很多生意 又要跟他借錢 又要他的資本 又要他的服務 所以他們就來了 但是一見到你來就說你都不重視 應該是李強出來的 應該是你重視 那些李強都不出來 北京找一個低級的副部長來 在這個會上講幾句話 而且不是新來的 還在視頻那裡來 那你重視的程度 而別人的真心理 你又在視頻 那你說你重視的那裡去做什麼呢? 那這些事情就很明顯了 所以我免得看 沒眼睛看 這些全部是我們自己香港人的空希望 打算就好了 或者是有希望 實在根本就是香港這個所謂的金融中心 資本中心已經是完成了 大家有很多人說你在這裡可以炒股票 這些沒有了 這件事已經變成歷史了 如果要香港康復 除非中共沒有了 所以為什麼我講了兩年 講了兩三年 是消滅中共的 如果有人不消滅中共 你香港根本不會光復的 好少少 好少少都沒有用的 那些工具就不斷做share下去的 說些句好的 聲一聲跟著有share 聲一聲有share 沒有用的 完全一點作用都沒有 整個問題就是 你講的 現在就有一個觀眾好像留言就說 騰訊和聯通那些合作公司合言 現在原來講的就走去共產主義了 現在這個合作公司沒有了呢? 供了share 已經沒有了 過前兩年已經拿他們的股票 什麼公司的管理權已經交了給共產黨了 一個後裏你就不知道了 一個京都和一個微信 已經什麼都被共產黨管了嘛 習近平說 我們給你1% 但是我們要派人在你的董事會那裡 你要聽我們講 派人在董事會那裡就是拒貫了 已經做了的了 他們那些大數據就全都奉獻了 他拿著那些股票 你要罵人 你要得他同意 馬雲在阿里巴巴的股票 劉長東在京東的股票 馬化騰在微信的股票 你要出賣 要得他同意 已經是他的了 你這麼大的股票埋上去 他當然不行了 你這樣拋股票就只是堆了 那個股票 那當然不行了 所以他們現在做什麼 旅行出來玩 不讓你帶家人的 你可以見到什麼時候見到他呢? 馬雲去西班下兩個圈就返回大陸了 不准帶家人 什麼都不准的 全部是已經被共產黨控制了 失去自由了 明白嗎? 那香港對香港這邊有什麼影響? 當然 香港現在來什麼呢? 現在大陸做的事情 如果他找到人手 他現在大陸人手 他現在不夠人手了 因為你又說香港 第一你要講廣東話 他要找到那些官員 懂得搞這些事情的官員 因為廣東人講得很少的嘛 廣東人多數自己去做生意 不肯幫他做這件事的嘛 他上次國安主要找到的姓 鄭的算是了不起的了 算是了不起的了 但是你找廣東人來香港 來實行這套這樣的公私合營制度 廣東人本身就不相信的 廣東人又不肯下來 你做些事 原來就斷了 聽不聽到? 是有個網友有少少制的 你聽不聽到有個網友有少少 現在沒事的 沒事的 我聽到 所以你叫廣東人 你叫廣東人來香港實行這套東西 他就不想 所以他現在來 他都想在香港搞 但是沒有人手 如果我是他 一有人手 你那些間地產公司 他跟你合營了 香港應該就要 受實行這套東西的公私合營的 但是他找不到人手 他要找到人手 又要信他那邊的那套東西 共產主義那套東西 那你廣東找到多少個共產黨 你走運廣東找不到幾個共產黨員的 就是黨員又肯實行他那套東西的 他找不到懂廣東話的人來到香港 你怎麼跟你公司合營呢 說話都說不定 如果他找到人說 就趕快派人下來 那四家地產公司趕快跟你公司合營了 他找不到人 你找到人又懂得做生意 怎麼調查 他裡面國內的人都不夠 廣東有很多有錢人 是不是 有很多大公司 他第一子的公司先合營了他們 他們在國內的地產公司 現在國內的地產公司 大部分就開始 他就找一些國營企業跟你合併 跟你合併 你看到上一旁 原本忠信都跟騰訊在談的 但是現在那裡沒有發生了 就變成他就找一些國營企業 跟你所謂給一些小小好處理 他就入股 這些事情就是公司合營了 很多的 將來國內所有的地產公司 現在就差不多破產了 他就找一些國營的地產公司 或者製造一些部門 來跟你合併 實際就是收購了你 並購了你 這個就是他在做的事情 香港他一樣會這樣做 只不過真的很難找到 那些懂得說廣東話的 或者懂得香港那套法律的人 來跟你搞這套東西 因為你香港你還有一些法庭在那裡 你當然是跟他們打官司的 但是他也有辦法 他不是沒有辦法 但是你找到這些人才 來做這件事 大陸很難找這些人才 如果有這些人才 他自己都做生意了 自己都發作答了 你叫他來做打手 他不肯 明白嗎? 所以他現在開過金融峰委員 就說以前是李克強時期 是 李克強就說了 第一你記得那時候 那個什麼? 他們就進退了幾次了 一會兒一會兒就說什麼生巴山 又是靈家山 就說很快就是靈家寧了 就知道靈家寧沒有發生了 就是李克強沒有上去的 沒有上去就沒有發生了 就走回到台去閘那裡了 如果不是這次已經開放了香港 就是李克強沒有上去的 參與金融峰委的那些銀行家 那些金融高層 真是被人玩的 這次 不是被人玩的 他是想賺錢 老實說他那幫人又是 就是心思思 打算在大陸還有錢賺 鈾斷絲連那樣來一來 希望第二天有生意做回 哪裏有做呢?現在 現在他或者有些人借了錢給大陸 他不來的話 你不還錢怎麼辦呢? 他就繼續來 很多的 現在還有 現在只是香港還有一萬億美金 借了給他們 他們不能還了 就是經過香港借了給大陸的上市公司 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 借了很多錢的 但是現在呢 如果他們不來的話 你分分鐘不還給他們怎麼辦呢? 還有什麼問題? 是的 都是 因為說馬化騰去哪裏 什麼? 馬化騰去哪裏 馬化騰 我聽說他賣了很多股票 他在美國 上一次我聽到 現在有沒有回到大陸 我不知道了 他出了很多股票 還有他在南非有間公司 在拿騰訊很多股票 又在出貨 所以他的股票一直在 這三家實際上 他都說 孫正義都有很多股票的 現在一直放 永遠都起不了 他們自己都放了一些 但是他們放 又得到共產黨批准的 那現在私人企業 就是這些錢 是的 再過了三年之後 沒有私人企業 你知道過了 差不多全部公司都合認了 那些名字 只有名字 所以將來 他現在走這條路線 那習近平打算起碼做五年 是吧 不要說再連任了 那這五年全都夠了 這五年全都夠了 他拿所有私人 他都說了 郭進民退了 是吧 還叫什麼? 傷什麼制? 傷什麼制? 他都說了 即是公司合認了 現在沒有人阻礙他了 李克強那些他們不玩了 汪洋 團派的人不玩了 那習近平要什麼就要什麼 但是他要人手去管的 公司合認都很複雜的 這間公司裡面的數要懂得看數 怎樣查數 不是說我今天想這間公司 給你撈錢 你也管不了了 是吧 只是要有專業的人士 明白 現在你知道的 講得最多的就是大陸的那個共消社 公消社就是了 公消社就代表了你的商人 現在的人 譬如現在那些 你上去阿里巴巴去看 現在一個個的廣告的產品做出來 現在是由私人做的 私人公司去哪裡找到的產品 然後譬如那個產品是5元的 它定價7元 你買了就由它負責一路 那個產品怎麼給你錢 它就運到你那裡 那些物流公司運到你那裡 這個就是它現在做的事情 但是將來這個商人做的事情 就由公消社代替 明白我的意思嗎? 就變成沒有私人商人 變成只有公消社代替了商人 以前那個共消社的年代 沒有啊 那個很久以前 如果現在的人已經是進化了 不是進化了 現在正在代替 現在打算代替 剛剛提出來就準備 準備代替 現在肯定沒有私人做得那麼好 他以為他做得比私人好 現在有些人好像以前這樣做解放軍的莊 做了一些貓鞭仔 接著要去那些工場裏面 和他一起做東西 一起吃飯 接著家裡 如果大和飯的年代 自己家裡是不可以煮飯吃的 那些一步一步來 大和飯這個吃飯又是另一件事 那個消費 消費它就代替了你的商人 你開店你不要開了 他說陳列室就可以了 但是你不要開店了 你有什麼事情全部去網上賣 很多東西都差不多在大陸可以這樣說 八成的東西網上是買得到的 很少東西網上買不到的 連化妝品都是網上買到的 所以差不多沒有什麼是 所以基本上整個零售行業 私人的零售行業就倒閉了 就被公銷寫代替了 他覺得這些零售店 又要給租 又要請人 又要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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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覺得是浪費 如果他可以直接供給你 他所有的商店就可以散散了 那些地方就可以走出來做別的事情 這個就是習近平的思維 共產黨的思維 你說要吃東西也是 為什麼你要買一些菜回家自己煮呢 他大和飯便宜很多 那些米又便宜 直接他買回來 就由產地那裡買一些農產品回來 或者豬肉 牛肉那些 他直接煮給你吃 成本便宜很多 用的能源又節省 是吧 而且他買回來是出廠價來的 你現在去市場買的那些菜 就是零售價來的 他打算是便宜的 但是他不知道某些人有不同的愛好 我和你的口味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為什麼大和飯不會成功呢 你現在的人已經吃東西 去到一個程度 大家都有很特別的需要 你不可以天天吃餃子 不方便真的天天吃餃子 但是就算吃餃子 那個皮怎麼做 裡面那個餡怎麼做 都是很講究的 所以整件事 就是他完全不理你 他覺得沒所謂 吃飽就可以了 他都不知道什麼叫做好味 什麼叫做挑食 挑食不是壞事的 這個就是吃東西的藝術來的嘛 他以為只是 他肯定要吃飽 有這樣的量給你吃 吃飽你吃不死你 我不死 所以他覺得就是完成任務了 怎麼可以啊 這個現在變成了什麼世界 所以為什麼在上海 上海最好笑的 封城那80天 他就想著 我給你吃不收錢 你為什麼這麼激烈呢 他不知道上海人 就是跟香港人一樣 吃東西他要講味道 每個人的味道 每個人的嗜好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要求嘛 怎麼可以你不斷送個飯盒給他 你包括這幫人 在富士康做的人 你每天給他吃個飯盒 他每天送個飯盒給你 撐不住的嘛 很多人說我不吃得的 我吃了三天之後 一天三餐都是那些東西 他就撐不住了 以前富士康的飯盒也算不錯 裡面有些選擇 而且不行的話 還可以做出街 自己可以買那些店鋪 外面有東西買 突然之間你變成天天送飯盒 又不做了 又怕死 分分鐘機中了招 他就信了共產黨 大爺以為中了武漢病毒會死人的 實際上那幫年輕人 哪有事 他看到裡面有什麼都不能做 只是准由宿舍去到生產線 只是內匯這條線 其他什麼都不准 所有社交全部散散 變成那些人就逼著走 走了差不多十萬人回家了 所以結果就是生產線 現在拼命交人工 騙人們回來 有一段時間了 幸好這隻iPhone14 也不是這麼賣 沒有以前那些這麼行 現在我們我覺得 我用12、13都是差不多 14不是差很遠 那些功能我們根本就用不到 所以現在iPhone14那個市場 那個需求不是這麼大 還有沒有事 有人說就是 供銷社會不會撒在香港 都說現在一國一制了 所有發生在大陸的事情 全部要在香港發生的 不要再有幻想了 什麼還是一國兩制 我不知道為什麼 誰還想著一國兩制 這幫人整個 講中聯辦和港澳辦 根本都換了人了 現在那幾個人 搞一國兩制的人全部已經換了了 李克強也換了 整個國務院都是贊成一國兩制的 整個國務院全部都散了 一個都不正 搞金融 整個金融界 香港是金融界很主題的 金融界的一個都進不了 那個所謂中央委員會 就是二十大個 那個二百零九人裡面 一個江派的人都沒有 一個江派的人都沒有 一個江派的人有兩、三個 江派一個都沒有 江派那幫人一向都在管財經 全部下場 就是他打算放棄了金融財經 用他的那套東西 數字貨幣 那些人民幣就廢了 港幣都是廢的 將來都是電子貨幣 它還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觀眾提了幾次了 就是共產黨在紐約開景橋海外 這些美國現在認識的 英國現在都在說怎麼刪掉 他根本就不應該被人知道 不知道 有人跟他穿了布 所以現在人家外國警察不用他 人家過眼 全部刪掉 外爾蘭 外爾蘭 外爾蘭捉到了 英國都有兩、三個 準備刪掉了 不用兩個月 全部刪掉了 嗯 我們觀眾朋友還有沒有問題提啊 他們 好像沒有什麼 越多越好問題越多越好 是的 你們下次要提多些問題 他們在香港 現在都可以提的 有些 被關所過自豐為王 他們現在在那裡 說現在的社會變成這樣 這個他不管的 他不管你變成你 他怎樣怎樣 他閃門做皇帝都不行 你們那些人就慘了 你們可以去旅遊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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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ли 去哪裏哪裏 這一刻就不行了 所有好東西他就全部都做了 你這幫人就是提供服務給他 提供財富給他 提供錢給他使用 原本你這樣走下去 中共真的要去到被關鎖過 你見到現在 不是 直接是 現在你叫他出來旅遊都不容易 拿護照分分鐘要去求他 換外戶去求他 原本有人說習近平這樣搞是未想被賤打賤 是啊 共產主義經常都要打仗 共產主義他不打仗那些人民就不服他 他打一打仗 轉移了一些注意力去打仗那裏 那你就不吵他了 他說為什麼我的錢不見了 為什麼原本他就賴了打仗那裏 他真的 為什麼 譬如你那些個人銀行的錢 他說你捐些錢出來 為什麼那些資源不見了 他就說賴了打仗 戰爭是他發起的 如果說中國的經濟是不是很快完結了 美國會不會利用 已經玩完了啦 中國經濟是什麼叫很快玩完已經玩完了啦 你看看那些股票就可以了 你看上海那個股票 那個指數 上海那個財新指數 香港的指數 新增的指數 一直測了 測了很久了 一直測了 沒有人相信 樓市 股市 債市 全部 一直測了 這就是唯一一個GDP就是假的 他說出來的 現在GDP是負十負二十 差不多了 還有一個問題 美國會不會利用俄國去打為利呢 什麼叫做威利呢 沒有可能是吧 美國利用俄羅斯去打中共 威利就是中共啊 威利就是小吳威利咯 哎呀 你不是說什麼了 現在就這樣 現在就反而到了 現在傳說 傳說就是俄羅斯的反對黨 就有一個國際將旗的旗王 叫做卡斯波羅 卡斯波羅 它就反而說回頭 它說美國就和王毅和布林肯爭竟 叫他和王毅說 我們就不幫俄羅斯 但是你可不可以給我台灣呢 現在提出這個方案 聽說什麼都傳說的 就說中共想拿普京 放棄普京 不支持普京 但是要求美國就不要出兵去台灣 現在在談這件事 我相信一半都不相信 有可能是經過可能性 我可能提出 但是美國就絕對不會答應了 台灣對美國來說太重要了 而普京對美國來說 根本就不重要了 普京已經輸了 已經輸了 那最新的消息 好像我 烏克蘭四個小時之前已經從哈爾 從政府帶來 這個是我們的觀眾朋友分享出來的 現在有些路 問完爸爸 香港能不能夠光復 那怎麼救香港人呢 消滅共產黨 香港就有光復 我們沒有能力消滅 我們沒有能力消滅 就是要靠外國 靠自由世界了 現在自由世界拿中共圍起來的 圍起來的很重要的 經濟上圍 軍事上圍 外交上圍都圍出來 比起過去兩年好了很多 過去兩年大家都不當是共產黨的敵人 現在真是當共產黨的敵人 你只看日本的態度就知道了 所以現在是好事來的 我們看共產黨最多是頂兩三年而已 頂不了很久 那我們香港就有機會光復了 那香港的朋友 我們還要捱兩三年了 兩三年算好了 能捱兩三年 我們以前根本我們在民主自由法治 我們自己的貢獻不多 全部都是靠英國人留下 英國人根本就沒有留下多少東西給我們 大陸跟著就扶食了我們 我們自己沒有付出過 自由不是免費的 那我們的朋友是沒有其他問題了 是不是? 好像沒有了 暫時 好啊 那個說法真的很清楚 你們千萬不要以為大陸發生的事情 不會發生在香港 以前不會 現在沒有了一國兩制就會了 什麼都會發生的 大陸發生的事情 只不過它找到人手 找到說廣東話的人手幫忙 它就湧過來香港了 香港這幫人 好像林鄭那幫人根本信不過 它不信那幫人 說覺得他們根本就 還是被英國那套東西洗腦 所以它自己要派到 派到人過來都不容易的 所以有一段時間讓我們休息 讓我們走路 讓我們移民 他說有個朋友留言說 為什麼美國不快快去消滅普京呢? 現在在消滅它 美國的目的就是消滅普京 在這次 你打仗也有時間的嘛 他們之間有一個協議 是不可以用那些斬首的 就是全世界那些領袖 有一個協議就不可以謀殺人家的元首 除非就很極端的情況發生 就是很大 那個元首做了很多很大的惡事 你只可以做到 所以現在謀殺元首這件事 它還沒有去到這個程度 還沒有到這個 但是當它危害全世界的人士 那時候美國就會派人去暗殺它 德國總理去北京 會不會之後被拉到台湖 德國現在那個元首 這個為什麼呢? 他現在抓了那幫 他帶了一百個不同行業的人 那些行業領袖去 實際上他都知道 他都知道如果中共是 他實際上去講數 他不是去送錢 他說我們可以投資 但是你要做這麼有條件的 但是他沒有公開 你不要以為德國人真的去舔共 不是的 他是跟他講條件 但是這個當然你跟共產黨講條件是多餘的 他答應你什麼 將來都不會做的 我們清楚嘛 我們香港人清楚 德國人還以為有信用可以說 哎呀你答應我什麼?答應我什麼? 我又答應你什麼?什麼?什麼? 你說你德國的爸爸什麼都照實做的 德國人很講信用的 但是共產黨什麼都是偷雞的 這個就是結果來的 我們主要認真就是 我們主要認真是 或許青震 那些金融 我們主要認真是